大家好,我是小妍 很多人在炒花生的时候 就是直接放入锅里炒 其实这种做法是不对的 这样不仅花生容易炒糊 而且花生还有苦味 今天就给大家分享 炒花生的正确做法 这样炒出来的花生 不仅不糊 而且放饭面也不会出炒花软 快一起看看视频 来看看吧 首先我们准备500克的花生米 先放入烘碗里面 把花生米里面 半个的花生米 还有花生米里面 体积较小的都要挑出来 这样的花生米炒的时候容易发黑 所以像这些都要挑出来 然后上里面加入 没过花生米的清水 把花生米清洗干净 洗掉上面的浮沉 然后再上里面倒入10克的白醋 加白醋可以使花生米不干不色 搅拌均匀 再洗干净即可 用漏蓝 把里面做鱼的水分控干 控好水分 再放进铁铁铁上 把花生米摊开 放在太阳底下 晾干上面的水分 晾成这样子比较干燥的状态就可以了 把花生米放在盘子里面备用 锅里面加了酒量的食用油 而这里要注意的是 炒花生米要冷锅冷油 下入锅中 这样花生米在炒的过程中 不会外面糊了 里面还不熟 然后开上小火 慢慢的炒 先用盘子不停的翻炒 一笔炒着花生米有啪啪啪啪的声音 它的颜色 红米带着透亮 像这样子就可以控油捞出来了 刚捞出来的花生米 温度还比较高 先放入盘子里面 然后在里面倒入一勺白酒 白酒可以让花生米更加香 而且更酥脆 这样可以让花生米存放更长时间 把花生米上下左右翻拌均匀 花生米晾至微热的时候 在里面加入适量的食盐 食盐不要放的太多 花生米太烫的时候 不能放入食盐 那样加入食盐 食盐也会化掉 米晾凉也不适合放入食盐 那样食盐 就会掉落 粘子到花生米上面 所以温热的时候正合适 翻拌好以后就可以装盘了 这样的花生米吃着鲜度正合适 吃着又香又脆 食当中零食 还有下酒菜 真的是太合适了 制作视频鼓励 请用您花财的小手多多点赞 转发 那点赞和转发 就是对我最大的支持和鼓励 谢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 我们下一个视频再见